花蓮市清洁队员曾盛贤 他凭借着23年来的新型服务 还有专业表现 荣获今年度的环境部全国模范清洁队员的表扬 花蓮市长魏佳燕特别感谢全体的清洁队员 他表示花蓮市安全干净的市容背后 正是这一群守护环境的无名英雄 他们的默默付出 市长也恭喜曾盛贤班长获得这个殊荣 花蓮市公所和全体清洁队员都余有荣烟 花蓮市清洁队员曾盛贤 凭借着23年来新型服务和专业表现 荣获了环境部全国模范清洁队员的表扬 他原来是我们的日班副班长 因为表现得非常非常的优异 所以我们特别把他着身为班长 在我们清洁队的后面 那个金美论那边有一颗大型的路数倒塌 那当时已经晚上快11点了 那班长接获通知 马上跟我报告 报告之后我们就到现场去做处理 那班长自己身先士卒 带着我们同仁拿着练具在那边 辛苦了四五个小时 才终于把那棵树给处理好 那当天的温度大概在89度 是属于寒流的一个天气 那班长不管任何的工作 他都是身先士卒 那我们曾班长很难而可贵的就是说 在我们清洁队所有的车辆 所有的机具 他几乎都会使用 应该讲都会使用 华联市长魏嘉燕表示 华联市的安全干净市容背后 是这一群守护着环境 无名英雄不默付出 恭喜曾圣贤班长获得殊荣 华联市公所和全体清洁队员予有荣烟 我想华联市公所的清洁队员都非常认真努力 那尤其是在我们吴庆展队长带领之下 那其实我们所有的清洁队员都非常认真 那尤其是我们班长曾圣贤班长 他在今年度获得了我们全国GU的 我们所有的模范的清洁队员 那真的非常的开心 那其实嘉燕刚从政的时候就认识我们曾班长 那他非常的认真努力 那只要其实在当时的不管是市长交代 或者是当时的队长交代 他一定会抢先去把所有的问题给解决 那其实华联市有很多低窝的地方 那有很多一烟水的地段 那只要台风他都会自发性的去做一个处理 那尤其是台风的这个时节 他都会去每一个包括我们的水沟 还是一些一烟水地方都会自己去寻 那再次的要谢谢我们正班长 那也要谢谢吴庆展队长带领的清洁队 那也希望说未来在我们的清洁的工作上面 那也希望我们市民朋友多给我们清洁队员一些鼓励 那认同他们 那其实他们会更认真的为我们所有市民来服务 对于获得全国表扬 曾盛贤腼腆地表示他很荣幸 以后还要持续精进 而市长威家宴也请市民朋友 看到正在执行中的清洁队员 可以给他们更多的鼓励 感谢他们的辛劳付出 谢旅会欢迎市报道